直接按开始 它就会在C点底下这个路径 可以看得到 刚刚这个 那特别注意 做这个动作之后 刚刚你做的就不见了 所以你特别注意 辛辛苦苦做的一定要先存档 否则呢 再按这个动作 它就会把旧的给砍掉 那这一题首先 我们要知道 完成的大概是怎么样 这一题做出来像这样 里面题目要求 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呢非常的多 光说明就一大堆 可是你要怎么掌握 如果针对考试来讲的话 其实你们前面建议可以先跳过 先看一个部分 请翻到那个 我们题本 题本的部分不是解答本 题本里面呢 翻到四支十一页 四支十一页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评分项目有没有 其实呢 如果说你针对考试的话 就先把评分项目看清楚 也就是说呢 将来你只要有做的就有分数了 那也就是说呢 你知道它规定什么 第一个 有没有 参观日预设为当日 这个要做 而且呢 无法选择这个当日之前的日期 也就是说这个界面里面呢 今天是9月16日 预设值一定要是这个 再来呢 我们不能够选择前面的 只能够选择后面的 就是买票嘛 你不能买以前的票啊 以前票过期的 这是賣给谁 所以呢 一定要只能选后面 不能够选前面 这第一个你要做得到 那程式非常简单 一行就解决了 这一个部分就得分了 这个就得 如果是实用级的话就10分 就得到10分 再来的话呢 可以依照什么 团体个人 个人不打勾的话 就要把这个改成False 没有作用 打勾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选 这个一定要有 再来团体票 打勾 预设值一定要是20 但是呢 不能够输入10以下 不过这个地方 如果你输入10 按确定 必须要跳出那个警告 团体票最少要20个人 这个要能够有这个作用 那如果你做得出来 那就得分了 第三个就是呢 要依照那个不同条件 计算出应付的金额 那金额怎么计算 如果你是一日票 两日票 你再去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日期不用计算金 再来是他这边假设说 个人票4张 团体票20张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呢 就会帮我们把应付金额 计算出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加入什么呢 3D电影 再把3D电影加进去 一张3D电影 一张是1000块 然后虚拟电影 虚拟的实境的话呢 再加进去 这一张也是多少 1000块 也就是说 你要针对他的条件呢 去正确这个设定 那再来就是说呢 显示相关的错误讯息 那显示相关错误讯息 主要就是在四支十页 这边有 日期错误的部分要秀出来 比如说呢 他是选了星期一 星期一有没有 比如他现在20号的 按确定会跳出什么 星期一不开管 所以你要判断 你要会判断日期是星期一 怎么判断 第二个呢 星期天 假设说你星期天怎么样呢 星期天不能够选两日券 所以如果你星期天 日期是星期天 然后又两日就按确定 周日不受两日券 所以条件要设定出来就对了 接下来就是说呢 还有其他 如果今天这里没有输入任何的文字 你要让他按确定之后呢 这边把改一个正确的 请输入数字要跳出来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 至少20个人 如果今天输入10个人 有数字 但是小于20的话 要跳出至少20个才能购买团体票 也就是这四个条件要做出来 做出来呢才有分数 接下来的话呢 按重新输入之后呢 必须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主要这几个地方呢 必须要通通做出来 才可以完成这一题 那首先呢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这一题需要做的部分 这一题其实它的逻辑还蛮复杂的 接下来呢 我们开启这个程式 把它开起来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开起来之后 一定要先执行哪里呢 Fone1VB 这跟前面一样 把它开起来之后呢 那首先当然 我是觉得你在做题目之前 或者要了解一个程式之前 你要先了解什么 因为我们第一个步骤还是界面 可是呢 这一点还好 他没有要你做界面 界面都帮你做好了 只是说呢 你要在 你是需要做撰写程式的这个动作 可是你在撰写程式之前 你一定要先了解 每一个控制项的名称 不然你那个控制项名称不知道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写 你针对哪个部分呢 做哪些动作 没有办法写 所以你第一个要知道说 上面这个叫什么 DateRB1 那这个DateRB2 那每一个呢 每一个名称 稍微去把它点选看一下 那顺便讲一下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这个里面呢 到底有多少个控制项 上面都是控制项 有点像零件 其实你可以从这边 有没有属性 有个方法 我是觉得你们这些功能 如果知道的话呢 会对各位在撰写程式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这边属性下面这边有个列出来 那到底这个表单里面呢 有多少个元件 多少个控制项 你可以看一下 Button1 Button2 那你点一下Button1 有没有发现什么状态 它就自动呢 帮我把这个 把它做一个focus 就优标放在上面 那你透过这种方式呢 去了解每个控制项的名称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开始撰写 会比较清楚 哪个部分要怎么做 那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 我们程式要撰写就是 参观日期预设为当日 无法选择当日之前的日期 那这部分呢 首先我们要在凤露事件里面 先撰写这个程式 凤露直接在表单上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个程式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它已经帮我们把什么 中文的讯息通通写上去 有点像是填空题 你只要把程式写上去就可以了 把程式写上去 对 也就是说如果你测验的时候呢 上面呢 就已经预设好 第一个 界面都设计好 所以你不需要设计界面 第二个呢 中文的注解也已经在上面了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打这些注解 它已经有了 你只要知道这个地方要打程式 我就按一个Enter 参观日期要预设为今天 而且不能够比今天 选择说不能够比今天还要小的日期 那怎么撰写 你就可以开始撰写 所以第一点的话 我想你们先把这个程式先弄起来 第二个就是说开起来之后呢 针对这个上面的控制项先了解一下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到底要我们写哪些程式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到这边 那边 探访